第一次聽吸引力法則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我是以為我是一個什麼人 就會吸什麼人過來的 其實Law of Attraction的意思是 基本上就是心想事成 就是你想要有什麼你就會有什麼 嘩是不是很神奇 Hello 我是Phenny 歡迎來到為你親的書評 有沒有試過以下這些感覺呢 就是拿傘的時候就不下雨 下雨的時候就沒有拿傘 或者是當你起床的時候就踢腳趾 覺得嘩 接著就會全東西都很不順 當你越不想那樣東西發生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偏偏越發生 這個就是Murphy's Law 莫菲定律 其實就是說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其實基本上它就是吸引力法則的相反 但是當你的負面能量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吸收更多的負面能量 所以相反地 當你越多正面能量的時候 你就會吸收更加多的正面能量 今天我要講的書就是兩本 第一本就是秘密 第二本就是吸引力法則 那什麼是吸引力法則呢? 吸引力法則就是把人類比喻為一個Magnet 一個磁貼 你想要什麼就會吸引什麼 那你就要manifest你想要的東西 注意的是你想要什麼就會吸引到什麼 所以你就要manifest你想要的東西 那在manifest的過程中 你都要remove你的blockage Law of attraction總是會回應你的能量 無論你的能量是正面還是負面 所以為了令你自己的生活好過一些 或者令你的願望可以成真的話 你就要成為自己能量頻率的主導者 其實基本上Law of attraction就是一種許願的形式 知道你自己要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用正面的描述去把它說出來 比如說不要說我不要病 而是說我要健康 Law of attraction就是requires gratitude 和 positivity 感恩的心態和正面的能量 你要always stay positive 和be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跟著那個宇宙 the universe 就會用相同的能量去回應你 以人化一點說 Law of attraction 就好像你給一樣東西人 人家就會給你一樣東西給你 所以當你發射一個信號給這個 universe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相應那麼多的信號 所以你的願望就會成真 所以當你positive的時候 你就會吸收更多的positivity 那接下來我就會說 如何實踐和使用Law of attraction 第一樣東西就是離清遠望 其實離清遠望和我是這個 為什麼我這樣就是 我還在single的影片裡面說的 愛情清單其實是類似的 其實我的清單就是 Based on Law of attraction這本書的這個list 制定出來的 這個list可以是我的愛情清單 我的經濟清單 我的事業清單 甚至我的人員清單 那譬如說我的愛情清單 那你就要知道我要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就用正面的描述 把它說出來 很重要啊正面的描述 這件事 你應該在你的list裡面就寫 我要脾氣好的男生 而不是再寫 我要脾氣差的男生 盡量去避免一些negative words 去避免一些否定的字和詞 因為它的univers 是不會識分 哪些字是negative 哪些字是positive 它只會回應你說的那件事 但是你的list裡面就要寫 50至100個 Yeah I know right 50至100個你想要的東西 全部寫下去 in detail 越 detail就越好 那我那時候 在我愛情清單裡面 我寫了80個 80個條件裡面 我有寫 我希望他是一個 會聆聽我的人 可能第二件事就是 我希望他是一個會令我開心的人 第三件事就是 所以記得要用正面的語言去說 以及in detail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專注自己的願望 就是強化自己的願望 要用repetition 去感應願望成真時候的 歡樂感和快樂感 譬如說 你的願望是快點 財務自由 那你就不要 stay在一個 很窮的mindset那裡 我想說這個 Leverage Dad Poor Dad 也有講的 我會下集書評說這本書 Stay tuned 所以你要keep著 一個abundance的mindset 你很想快點 財務自由 那你的mindset 就不可以整天都說 好窮啊 沒有錢花啊 真的好慘啊 就是不要經常有這個negative的vibe 會影響了你的law of attraction 以及要去感應這個願望成真時候的快樂感和歡愉感 就可以令你更加快地attract到那個東西 譬如說我想要一個很take care我的男朋友 那我就可以經常去感應 嗯 如果我真的有一個好照顧我的男朋友 就好了 那他現在就要撕蝦殼給我寫 What? 撕蝦殼給我寫 不是 撕蝦殼然後給一隻蝦殼寫 Yeah 是 然後呢 你平時要用很多句子 去說你一個law of attraction的statement出來的 譬如說 我正在blah blah的道路上 譬如說你可以說 我正在通往財務狀況自由的道路上 我知道這個廣東話說得很奇怪 但是我看的那本書是台灣日本來的 所以也可以說 我喜歡blah blah的感覺 我喜歡財務自由的感覺 那我自己對law of attraction 在外國的觀察來說 就是他們會很喜歡說I am的 就是會有一件事叫做I am affirmations I am rich I am wealthy I am abundance 還有你也可以用一些I am becoming的句子 或者是比較級的句子 就是I am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這句話什麼時候都對的嘛 李嘉誠也可以這樣說 不斷用這些句子去emphasize 去強化自己的願望 以及去感應這個願望成真的時候的快樂感 去令自己更加快地去到那個夢想 第三件事就是與願望合一 即是remove your blockage 你說吧 I am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但是你 You don't believe it How can it be real 所以你就要remove你的blockage 你就不要讓那個blockage 停留在那裡 然後不斷地跟你說 你不會有錢的啦 算吧 所以你要remove這個blockage 所以與願望合一的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愛和感恩 pridest gratitude 這些事其實反而是law of attraction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更重要 相信law of attraction本身 law of attraction就是 你有什麼能力 就會attract什麼能力過來嘛 所以就算你不相信law of attraction也好 當你的人是充滿愛感恩 positivity的時候 其實你的目標也會有限 所以我自己覺得pridest gratitude很重要 我在接觸law of attraction之前 我很喜歡meditate practice了gratitude很多 這件事真的會令到一個人改變 然後就是慶祝你的紀錄 當law of attraction受效的時候 你要寫低或者你要記錄低 為了令自己 越來越見證law of attraction的存在 或者是越來越instill concept 給你自己的話 你就要記錄和慶祝這個證明的存在 接下來就是感覺良好很重要 因為當你一個人positiv的時候 一切positiv的一定都會come to you I don't know I just believe it It makes me happier 所以你在說law of attraction的statement的時候 都要用一些進行式 現在式的說法 不要用未來式 即是不要說 I will become rich No 因為the universe 是不會recognize 時間性的 所以你現在就要說 I am rich 第四個remove blockage的方法 就是製造空間 你很想認識一個結婚伴侶 但是你的床 不是你睡的那個位置 就擺滿了公仔 沒有製造一個空間給一個未來會來的人 那他怎麼會來呢 那所以 如果你想那樣東西come to your life的話 你就要製造一個空間給他 我很想在這裡擺個鼓 那我就要製造一個空間在這裡 可能到時我就會遇到一個 劈靚靚靚的鼓出現了 那我就可以擺在這裡 YAY OK 還有假裝它的存在 牽順它的存在 相信你已經得到 Pretend that you have it already 譬如說你很想中綠合彩 你就要去感受那個 中綠合彩的快感 如果你搜尋 Law of Attraction Lottery的話 你會找到很多 通過Law of Attraction中獎的人 相信已經得到了 你就會得到 第六項remove blockage 就是 不要讓自己上法局限自己 問自己有沒有人做到這件事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CEO 來到我們學校就說了 然後他就問 你知不知道做有錢人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然後學生就回答 但是最後一個答案是什麼呢 然後有錢人就說 就是你上了有錢人 那所以呢 你上了那樣東西 你要先上了 不要上完之後 就塞些blockage在那裡給自己 買六合彩的很多人 都不相信自己會中 那你買來做什麼呢 你當然要相信自己中 你才去買的嘛 覺得自己也不會相信 那你就問一下自己 那一天 是不是有人中到六合彩 是 既然有人中 有人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你不行呢 在最後呢 我還想給大家一些提示 你沒辦法用你的思想 傷害到別人 只會傷害到自己 然後建立在自己身上 所以盡量說 positive的東西 the words you say are either blessed or cursed 還有就是當別人 予以幫助和禮物的時候 just accept it say yes 還有 當你不知道質疑 law of attraction 怎樣 work的時候 just don't talk to yourself 在law of attraction裡面 完成你的願望 就不是你的工作來的 是宇宙的工作來的 你只需要說出你的願望 令宇宙去執行你的願望 how不是part of your job 我知道我這樣說 好像很圓 和很不predical 但是它的意思其實就是 你跟自己說 有一身就學了 都學了 都學了 見過了很多人要玩 我怎麼可能很快賭場 沒有自由賭 不要去想how do your job just do what you need to do 完成你自己手上要做的工作 其他東西就交給宇宙去 lead你 總而言之 所有東西都用你的正能量 去取代你的負能量 你要明白 當你有負能量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是個宇宙在提醒你 是時候要swap這個想法 這個負能量對你的唯一的作用法 是提醒 還有記住要多點笑 最後 順不順吸引力法則 就每個人因人而異 但是要做到law of attraction practice gratitude 和positivity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無論我的願望成不成真也好 學會了這個positive的mindset 我覺得已經可以令人生開心很多 如果人真的很像一個wifi 一個發射器和一個接收器 我們發射和接收腦電波 雖然我肉眼看不到而已 但是我們發出去的頻率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令我們的願望 給這個宇宙去receive 然後去給予我們想要的東西 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集的 維尼神的書評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